我感覺說到這麥大 因為 來 原來 原來 應該要把他的年節打出來 我們來贊助一下 因為乾爹嘛 Sugar Daddy 也是需要 也是需要病嘛 你簽學友你不需要嗎 台灣文化真正讚 意氣方法 真厲害 你們在外出優秀海 好酸好水 請你來 客人來泡茶喔 我是王威啦 今天喔 有一個 王威好朋友來找王威泡茶了喔 這個好朋友啊 他叫做阿榮 我們撲到聲歡迎阿榮 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阿榮 我是頭一邊來這個 錄這個Podcast 因為我感覺 可以做一個記錄 跟朋友說一些過期的事情 讓我這樣回味 因為 畢竟原來是我 以前吼 在這間純公司的這個 對對對 朋友啦 是啊 董事 董事 啊 我們 常常吼 都是 無到最晚 做回去吃晚餐啦 所以我們就想說 這樣來說一些過期也無的故事 他想要賣我一支筆 我要怎麼賣水 這都是今天 是你要賣我一支筆啦 因為這個阿榮 跟蘭 以前是這個 背靠背的關係 對對對 真的背靠背 我來扮國色的尾 後面 剛才是阿榮 我們這個 腳折拼 叫腳折拼 是這樣 收穫的啦 這就是 在英文裡面代表說 是我們 協同作戰 就是說 是這個 真好的朋友 可以把我的背後 交給的男人 對對對 對 動作說 今天吼 有很多人把我們圍起來 比這個我們是沒有死角的 那種感覺 電影都有 對齁 對啊 一種 完全的信任 這樣 像麻吉麻吉 兄弟的感覺 對啦 兄弟的感覺 你這個肥肉 真好耶 就是說 就是像電影裡面 很多人要把我們圍起來 對 但是平常是應該沒有人 會做這個事情 應該沒有人 要這樣把我們欺負啦 不會啦 不會啦 今天我們就是這個 業務的大口炎 就是阿明 對 這幾年去這個社會 吃完 早餐之後 到現在 現在業務的這個技術 法術應該很厲害 不知道我們聽這種朋友 有看過一部電影 叫做 華爾街之籃 裡面有這個部分就是說 蘇米爾片 就是你要 畫我一支筆 我們現在 我們這個資深業務阿明 讓他看看 好 要怎麼畫我這支筆 好 今天喔 因為筆齁 大部分來說 筆它的主要用度 就是 要來剩它 要來剩東西 首先 今天這支筆 你不要看它是怎麼燙的 但是喔 它裡面喔 我算算的 五支的 設計啦 首先 你這支筆買回來 讓你們家的孩子 讀書 讀書 主要來說 有的重點啦 都很方便 你不用 鄉鄉造業 你的 架子裡面 還有三個紅筆 這支筆 它所有的 設定都有阿 你就 水船水航啦 首先你這支筆 人家帶一個 NPK裡面 放四五支筆 你帶一支筆 這樣是不是很漂白 你老孩子 如果有這支筆 去後 人家穿 他的筆 穿毛 這樣你一支筆就夠了 首先我看這支筆的CP值 最沒有是一般筆的 五支筆的價格啦 但是呢 我們做藥物也知道說 你如果是今天大量採購嘛 當然也有比較小的那種優待啦 譬如說 十二支 一大 對啦 一大這樣來賣 有給你比較 優惠的價格啦 甜甜價啦 甜甜價 甜甜價 各位補充一下 就是我們這個阿明說 為什麼一支筆 可以當五支 就是說它有五種的這個色水啦 這個是哪色 還有是這個 紅色 黑色 還有 Mbit 還有一個是淺藍色的 淺藍色的喔 所以 總共有五色啦 就是有五的工人啦 所以阿明才會說 一支支筆金管啦 是是是 啊 講這麼多對不對 我們就是要聽一句 這支筆是多少啦 多少錢啦 多少錢啦 價錢最重要啦 喔 介紹啦 對我來說啦 這支筆在外面喔 若是一個色的喔 一色的喔 二十塊應該沒有幾分啦 這支筆 今天你是一百塊 又打九十 九十塊賣 那如果是真的有幸福 因為我感覺喔 這個 軟圓外喔 他現在喔 生理做這個喔 應該是做很多 我感覺他的留言處 可能有購買連結 等一下 可以給他看看 我的購買連結 就是贊助連結 贊助連結 你給我就好 沒筆 沒筆 沒筆要給你 對對對 這樣九十塊啦 你說一筆呢 剛才有 你同化一筆 你要賣多少 一筆喔 本地要1200塊啦 打八塊喔 這樣就是 不用1000塊 1000塊有招啦 12幾千里嘛 對 八塊是960 對 960塊 喔 會做生理喔 對啊 1000塊出來 這樣我看你這學期喔 別說這學期啦 可能三學期喔 都有夠用啦 最後你有這筆筆喔 你如果經過文具店喔 應該是沒什麼需要 跟你補充你的 所謂的備品啦 啊 最後我感覺這筆喔 可以考慮啦 可以考慮啦 你這樣懷疑這個 文具店的老闆 都會自己抵制喔 當然抵制 好啦 好啦 表示說我們 CP值金管 所以你現在重點 就是說 這個給小孩寫 對 對 一筆筆就好 今天喔 三筆筆出來喔 對我來說 我也是很有感觸喔 是怎樣呢 因為我現在喔 在 我們做業務的喔 在外面 經常很多代辦事項啊 阿兄兄 你如果是要 在家做筆記 做紀錄的時候喔 一筆筆有三種 以上的顏色 對我來說是 很實用 經常 等一下 可能我們有輕重反擊嘛 我們做業務都知道 你有用這種顏色去做區分喔 你在看東西會比較快啦 而且我們現在喔 做業務喔 你也知道 做很多東西 要圖像化去記憶 最後喔 筆喔 我剛剛是不可或許啦 不管你今天是 學生啊 還是你今天去做業務啦 你的筆對我來說 都很方便 今天 不要說極限於學生啊 如果爸爸媽媽回去 也想要用這筆筆喔 有時候也可以殺來用 如果是阿公阿嬤喔 想要簽一些比較特殊的喔 我覺得這筆筆對他們來說喔 也是很有意義啦 我覺得 說到這裡賣大喔 因為 欸 來賣 應該要把他的年結 打出來 我們來贊助一下 因為乾爹嘛 Sugar Daddy 也是需要 也是需要筆嘛 你簽合約 你不需要嗎 不一定你合約簽了 人家說你這筆筆寫得很好 可以送我一筆筆 你這筆筆還印你公司的 Logo Mark在上面 順便還替你的公司做功格 我覺得這筆齁 CP值真的有在那裡啦 這樣啦 哇 靠財真好啦 靠財真好 這阿明喔 他講的我給各位重點齁 給大家過納一下 就是說 這筆齁齁 不管你是小孩在用 還是大人在用 都很好 阿小孩你 不管他是學生小孩 他是要殺你 外賭 外重點 還是你大人做業務 要簽聯絡部 還是說你做業務 要外重點 是 都很好用的 現在也很流行 那種簽聯絡部 還要為紅子 為那個卡通人物有沒有 現在很流行 阿對阿 阿你一種設定 你要怎麼表現他的豐富性 阿當然我們今天的節目 就是說 但是 我們其實是想要跟 原外 回味一下 眼睛開開 回味一下 那時候 我們還在做業務的 一些回憶 對啦 對 在這個節目當中 要跟三點的朋友說 就是說 阿明花姐很感動的地方 以前我跟他 在加班的時候 有一天 他差不多 晚上十點 他接到電話 或是他 台南的阿嬤 比較好電話 是 你在電話當中 跟阿嬤說 你現在的工作 很好啊 很順利 但是 可能這禮拜 比較忙 沒辦法回去看阿嬤 但是阿嬤我愛你 北漂 北漂 但是我 我聽到的時候 感覺很感動 目色都要流下來 因為 現在 明明辦公室 只剩下人 表示 我們是表現最賣的 他也要跟阿嬤說 他是表現最好的 對 我這個故事很有感觸 因為 我們做業務的在外面 我們要試著買八面玲瓏 你有時候 你也不想要 讓存在的人 煩惱嘛 雖然我跟 原來的加班 我們準備要 替公司 做夢 最終要做的 但是 存在的人 人家的關心 也要讓他們 動作我們 過得很輕鬆 不要讓他們煩惱 所以 我們的業務 不要說辛酸 但是 我們也是有些 這樣的故事 想到那時候 我跟他分享 我去拜訪人家 當然阿 當然 其實有一次 我去拜訪人家 你也知道工場 有時候 他們的 養狗 有時候 我鄉鄉 其實是要去拜訪 結果 我也有表現他的 那種 跟你打招呼 友善 想過頭阿 你是不是去跟他摸摸 我是 走過而已 那這麼高就摸摸過 你用狗狗就對了 你做一個 在公司的 綽號 阿明就 綽號也給狗狗 但是我聽到的版本是 你主動去摸那這麼狗 快過 公司有很多妖言 對啊 那時候 那時候 加了 隨便去便宜說 要打破傷風 阿 那時候 那時候 想想有負責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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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說 評估應該是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你真的有去便宜就對了 有啊 但是他說應該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對 所以 昨天 這也沒有的齁 大家都知道那個心酸 是啊 我 感覺這集聽到最后 我們沒有這個筆 已經變到沒有愛心比了 不是因為我們的 什麼法術啦 假設 公明 是我們很可憐的 故事 哈哈 你不 那心比 其實今天 我講這個故事 其實有些拋磚引玉 我想要聽 原來我去回味的一些 在公司 有所謂的斷片 因為 喝酒喝到 我很有印象 有一個便宜 也是公司的大家 這樣 作惠道燈在喝嘛 結果 用我的驚立米便室 他用驚立米 但是他出來 是讓人這樣 用連拖帶扒 這樣 扛出來 扛出來 離開的時候 叫一台駕駛車 他整個平躺在他的後座 那個學長 就在副駕壓車 這樣背他回去 所以本來 真的是愛心比啦 有給教教的啦 還有人酒 連到斷片 所以各位 各位 聽眾 如果是聽到這裡 我覺得應該 孫比要來問 這個 下單的連結 對 如果是愛心比 我給大家 贊助連結就好 其實 以上的這個發言 這個阿明的發言 完為本 本人是 這都沒有須過 因為本 完為本人是 死去記者 所以要怎麼說 我也不知道是對 還是不對 今天 很怕算 沒有 一個人的 對啊 還叫做別人 學長 他會想到說 他 這個 付駕駕車錢 聽說是親戚 我剛才在駕駕駛館上 對 你如果是那個駕駕駛 聽到這一集 你不要忘記 那不是我 那些別人 全一人 不知道你是收多少 你如果收得比較少 我可以再叫你的駕駛駛 好 這樣 今天我們很高興 邀請到阿明 來到我們的節目 對 我很高興 因為這次 第一次 我就獻給這個園外 園外 其實他 學生力真的有夠好 他還很上進 雖然說 這是一支愛心筆 但是他也付出很多 對他家路公司 我跟他實在到現在 馬不停蹄都一直在上進上進 又去 進修英語 還出來 外面 人情世故 在社會這樣走 我感覺今天有這個機會來 我感覺真的很感動 我感覺我們今天 已經 發現到一個新的商業模式 念這個華爾街之人都沒想到 我們連商品都沒給別人 就是要讓人愛心贊助而已 這個 這個想都想不到 對我們要超越 是 我們超越華爾街之人 對 這樣今天呢 很高興 不可以來到節目分享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感謝大家的收聽 期待未來的我們大家 空中在上海 謝謝 謝謝 掰掰 掰掰